很多人都想不到,把玉米面倒进滚烫的牛奶里,你就像我这样搅一搅,立马变成一道特色美食,这是我见过玉米面最好吃的做法。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,锅中加100克的牛奶,煮开以后,加100克的玉米面,用筷子给它巴拉均匀,等到不烫手的时候。 打入两个难产的母鸡蛋,加三克的酵母粉,顺着回家的方向搅匀,再加200克的面粉,搅拌搅拌,揉成一个光滑面团。 注意,一定不要醒发,直接搓成细长条,切分成大小相等的面积。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,有缘刷到我的视频,今天是我22岁的生日,能麻烦您点个新心,祝我生日快乐吗? 太感谢您了,全部团成圆形,然后像我这样按压成小饼的形状,切出一个米渍的样子,盖上保鲜膜醒发10分钟,电饼当预热刷油。 小饼醒发到这种状态,放入做好的小饼,表面刷油锁住水分,烙至两面金黄,玉米面小饼就这样做好了,粗粮细做,营养健康,颜值超高,口感又好吃。 做法也非常简单,喜欢就在家做起来吧。 做法 请